我把家里的废纸盒都收集到大桶里 爸爸说纸盒回收后可以再造纸 这个大桶就是我的环保搭档 我不用一次新筷子因为我要保护森林 自带餐具是我的环保搭档 我的铅笔盒里只有三只环保铅笔 因为用它可以节省固财 环保铅笔就是我的环保搭档 我喜欢玩拼插玩具 少用电池减少污染 拼插玩具是我的环保搭档 出去旅行 我不用酒店的一次性洗漱用品 妈妈说那部环保随身的洗漱用品 就是我的环保搭档 就出品的环保搭档 每一粒粮食都浸透着劳动者的汗水 让节约成为一种美德 每一步成长都凝聚着父母的艰辛 让孝顺成为一种美德 用简洁的仪式让婚礼更加温馨浪漫 让节俭办婚礼成为一种时尚 用网纪的形式让追思更加克服温馨 构建文明乡村 创造美好生活 一风一俗 树立文明乡风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树立文明乡